大家好,这里是9号档案馆 在14年的抗战中,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 他们为祖国抛头颅,洒热血,用脆弱的生命发出了无限的光芒 今天就让我们重温一位英雄的故事 他就是身高仅1米2的老兵,李安福 李安福1925年出生于山东,是一位弟弟道道的乐陵县人 他的家庭条件并不差,父亲也很重视对儿子的培养 童年时期念过私塾,后来又进入师范班接受更高的教育 而且在李安福小时候,还经常跟着哥哥一起练习射击,可谓是能闻能悟 七七事变爆发后,李安福目睹日寇在中国烧杀抢掠 便在心中暗暗发誓要上阵杀敌,彻底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华大地 1938年,13岁的李安福报名入骨,却因为个子太小被拒绝 但他凭着一股韧劲,毛遂自荐,声称自己读过书,有文化,而且接受过射击训练 他的一番坚持终于打动了部队领导,破格允许他参军 李安福加入八路军后,被安排担任四号员,后来又让他兼任文化教员 由于李安福表现出色,首长让他担任班长,并在战斗中多次立功 一次战斗中,李安福击毙了一名日军军官,缴获了一把手枪,并在之后的一次练兵总结大会上,打出了短枪射击第一名的好成信 消化司令员亲自为他带上奖章,并宣布把他缴获的那支手枪赠给他 此后,李安福视这支枪为战友,在以后的战斗中和他一起履立战功 1939年10月,李安福因为枪法好和体型的优势被调到了武功队 在队友的配合下,对日本军官实施刺杀任务 先后死于李安福枪下的日本军官有7人之多,其中最危险的一次刺杀任务就是刺杀日本教员川岛古川 当时日寇占据勒陵县,日本军官川岛为了更好地训练日军新兵,常常会抓一些老百姓给士兵做活把握 当地老百姓对这个日军头子恨之日故,为了铲除这个祸害,李安福假扮成小学生的模样 在川岛古川平时经过的地方等待 等到川岛走近时,李安福假装打招呼,并且向他鞠躬行礼 川岛看见这个小孩子如此乖巧,很是高兴,还摸了摸他的头 两人擦肩而过时,李安福迅速出手,对着川岛古川连射两枪,将他击毙 事后李安福按远计划撤离 日军抓了四天也没抓到人 他们万万想不到动手的是个小学生 抗战胜利后,李安福还先后参加了解放战争,抗美援朝战争 九死一生,多次总理战功 1949年10月1日,李安福作为阴谋代表,受邀参加了泰国大典 现今95岁的李安福老人,身体健康,还时常对青少年进行红色教育的演讲 9号到案馆,揭秘你所不知道的历史真相